理想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快速奔驰 画面右方的副驾驶座有一名小朋友 但驾驶座仅仅扣住安全带 就能启动无人驾驶功能 过去也曾有车主将饮料罐 或被称为离手神器的道具插在方向盘上 欺骗自驾系统 认为驾驶有手握方向盘 这类危险驾驶行为考验车商设计能力 另外买不到一年的新车 皮革座椅表面被车主投诉 突然变得凹凸不平 冒出小小的不明颗粒 理想汽车近期面临多事之秋 日前旗舰修旅L9才因为辅助驾驶系统 将路边广告招牌上的汽车图片 辨识为真车 突然急杀降速导致后车追撞 大陆媒体又报道 由于销售不如预期 理想汽车将大幅裁员18% 性价比的话这款车应该会比较高 因为它的价格相对于L7 L8 L9的话 是有一定的小幅度的降价 降价也难刺激买气 理想汽车将裁撤5600人准节开支 另外手机出货量 原本法说喊出预估10万台 结果短短20天内下修至7.8万辆 导致股价重挫三成 惹恼一大票投资人扬言集体诉讼 要求理想汽车赔偿投资损失 另一家岌岌可危的还有大陆前乐视网创办人贾药亭 投资的法拉第蔚来汽车 2021年7月法拉第在美股借壳上市挂牌后 9年之间仅仅交付了11辆车 最近还因为安全问题被全数召回 法拉第股价从高峰1660美元 一路跌到只剩0.38美元 面临下市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